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陸新聞 徐克 紅潮醜劇五大吹鼓手魅席升官 隨著中共黨魁習近平持續集權 近年官場捧席 魅席成風 其中號稱吹鼓手的五名宣傳口高官開馬上位 堪稱紅潮醜劇 歷史博士莫高義 捧席上位 4月11日 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莫高義 獲任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 現年59歲的莫高義是湖北石首人 早年任教育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 1993年起任職廣東宣傳系統 2010至2017年 莫高義擔任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 期間自2013年起兼任南方報業黨委書記 自2015年底起兼任南方日報社社長 2017年3月 莫高義出任韶官市委書記 2018年12月奉調進京 莫高義升任中紀委國家監委宣傳部長 兩年後 莫高義出任中紀委國家監委 駐人民日報社紀檢監察組組長 2021年3月改任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2024年4月11日 莫高義被任命為中宣部副部長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 莫高義雖是中大歷史專業博士 又是研究胡適 但作為宣傳口的黨官 他滿嘴黨話 屢有高調吹捧現任黨魁習近平的言論 2016年2月19日 習近平放話黨媒姓黨之後 時任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黨委書記 南方日報社社長的莫高義馬上表態 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習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023年12月7日 莫高義在黨媒撰文 極力吹捧習的所謂文化思想彰顯巨大實踐伪力 看來 中共專制統治服務的文人 一旦奴性不改 有學無實 學歷越高越是問題 習近平御用記者升腹部 今年4月3日 中共新華社國內部主任霍小光 霍認為新華社副社長 出生於1975年的霍小光 有習近平御用記者之稱 據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導 中共十八大後 霍小光承擔習在國內考察 出訪 出席會議的超過110場的報導 從沒出差錯 被稱為新華社的所謂放心記者 官媒定位霍小光讓人放心 其實是讓習放心 而不是讓中國老百姓放心 這讓我想起秦剛 前白俄羅斯外交官帕維爾 斯倫金 2023年7月24日曾在推特上 回憶2015年他與時任中共外交部 李賓斯司長秦剛共事的一段經歷 據稱 為了取悅中共最高領導人 秦剛帶隊臨時半夜要求白俄一方人員 去當地博物館數台階 放音樂 因為習準備參訪這個博物館 秦剛等人踏上博物館的階梯 一邊數數一邊問 什麼時候會奏樂 那時候主席習近平會踩在哪一階 是這一階嗎 還是那一階 你確定 不知道霍小光的仕途命運 離秦剛有多遠 據知 霍小光還曾採洗黃土地的兒子回家了 習近平回梁家河 看望父老相親等 近年習近平當過知青的地方 梁家河 並想升官的官員趨之若鶴 霍小光也是這一類 橢陣靠打壓新聞自由向習表中上位 中共三大央沒一把手橢陣 慎海雄 富華 全部擔任過廣東省委宣傳部長 橢陣是現任中共人民日報社社長 慎海雄是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台長兼總編輯 富華則是新華社社長 三人均為縣屆中共中央委員 是在中南海當紅的文官 中共十八大後 橢陣曾強硬處理南方週末新年限辭事件 南方週末2012年底準備的題為《中國夢》 憲政夢的新年限辭出稿 因多處涉及憲政 內部重重修改後 仍無法通過黨宣高層這一關 2013年1月初 《財經》雜誌副主編羅昌平 及《南方週末》當時的記者均爆料稱 時任廣東省宣傳部長的橢陣 強行刪改南方週末新年限辭 橢陣此舉被指示打壓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權 而且刪改後的內容多處出現嚴重錯誤 此事引發軒然大波 甚至出現編輯記者聯署發表公開性抗議 但是最終南方週末高層多人被撤換 事後有人在海外曝光 橢陣一系列醜聞 包括指橢陣在到廣東任職之前 在北京任職五年間共有六個情婦 其中一人在新華社工作 一人在經濟日報社工作 橢陣在北京任職期間 大量安排家鄉親戚朋友到北京任職 當時橢陣名下有兩套房產 但其直系親屬名下有八套昂貴的房產 總存款約人民幣4500萬元 其一位在海外的直系親屬 轉移財產不明 不過 橢陣之後還一路高升 2015年6月任中宣部副部長 2018年3月調任人民日報社總編輯 2020年10月20日接任人民日報社社長 對於劣跡斑斑的橢陣或習近平青睞 且一路高升 北京資深媒體人高瑜曾對自由亞洲電台說 現在要黨媒信黨黨媒信黨就是要執行九號文件 橢陣立了大功 第一條就是把中國夢 憲政夢給鎮壓了 把南方周末給整肅了 他就立了大功 高瑜披露 在橢陣之後 中共中央就制定了九號文件 完了之後我作為記者這就被抓了 他習近平現在用的就是這種人 中國媒體人你要想講真話 你就進監獄 你要是昧著良心當櫃子手 進行整肅媒體 整肅媒體人 你就能升官 傅華肉麻媚席提三個一分鐘 被指官迷心俏 中共二十大前 官方為習近平連任造勢 2022年9月2日 新華社社長傅華 在中共網信辦主管的期刊 《中國網信》發文 提出新華社要做到三個一分鐘 一分鐘都不站在黨的隊伍之外 一分鐘都不偏離習近平總書記指引的方向 一分鐘都不離開習近平總書記 和黨中央的視野 旅居美國的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 在推文中痛斥 比拍馬文字競賽 這些當官的真是官迷心翹了 三個一分鐘在牆內評論大翻車 這幫拋棄任何底線 拼命往上爬的傢伙 自己要當奴才 還要新華社全體人員給他當電角石 中共黨裡 現在這幫傢伙讓人們大開眼界 沒有最無恥 只有更無恥 也有人認為傅華這是給當時高喊黃河長江不能倒流 反對清零一刀切 呼籲堅持改革開放的李克強及其擁護者發出的警告 不管是何種意圖 傅華的三個一分鐘堪稱紅潮醜劇中的代表戲碼之一 慎海雄捧席福大廈之江青 被指高級黑 2022年8月25日 中宣部副部長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黨組書記 臺長兼總編輯慎海雄 在與該臺新提拔的幹部談話時要求 始終把忠誠核心 擁戴核心 維護核心 捍衛核心 作為最大的政治 他還說要進一步深化 提升總臺頭條工程 用心用情用功 做好領袖宣傳報道 慎海雄被認為是習的御用文人之一 發表了不少挺習的文章 據說頗得習賞識 他在習上台後 一路高升 2014年7月 任新華社副社長 2015年8月 任廣東省委常委 宣傳部部長 2018年2月 轉任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兼 中央電視台台長 2018年3月 他任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台長 黨組書記 2020年5月9日 兼任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總編輯 2022年 在中共二世大上 成為中央委員 2021年12月8日時 慎海雄曾在中共黨校機關報 《學習時報》發文 捧习為偉大剁手 並稱十八大以來 習近平挽狂瀾于祭島 扶大廈之江青 但慎海雄的扶大廈之江青說法 被網民逢是一種高級黑 認為這泄露了中共要垮台的事實 事實上 過了中共二十大 今天中共政權面臨內憂外患 黨國大廈江青的趨勢還在持續 習近平自己也走路不穩 已經無力去服了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參 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麗參 含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使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麗參 分野參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參 又有生曬參 白參 紅參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寶黑參口服液以百分之百韓國優質六年高麗參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 東一寶劍 記載的九爭九鋪方法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麗人參含有34種人參灶代成分 遠高於西洋參和三七參 另外 人參灶代 RARF RG3 RH2 為高麗人參獨有的成分 經九爭九鋪製作後的黑參造火興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制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吃高麗參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參灶代 RG3的含量比紅參高八倍 人體對玄寶黑參中的人參灶代的吸收率高達80%以上 是紅參的6倍多 是白參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輸入優惠碼 DJY2024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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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lme